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格茶谈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聊盐茶当中的一个奇葩 也算是盐茶当中最具有辨识度的一款茶 它就是盐茶当中四大名从之一,白机关 说到白机关,有很多喝过的茶友都会觉得 它给人的感觉不像盐茶 所以我们说白机关是盐茶里的小种茶 它有点乌龙茶的感觉 然后又有一点单从的味道 所以也有人说盐茶是备货茶,男人茶 白机关就是盐茶当中的女人茶 但是很多茶友可能都听说过白机关 但是很少喝到过 因为白机关实际上是一个在茶主当中产量不太高的这么一款茶 那为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 其实我们平时大家去茶城的时候 或者是去买茶的时候 在盐茶当中都听大家提过四大名从中有这么一个白机关 但是很少有见得卖的 这个产量,白机关的产量非常低 基本上也主要是茶农不愿意去种 或者是不愿意去做 基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盐茶当中 这个白机关的口味是属于偏小众的 待会咱们就来给大家测评 老王今天拿了一款白机关 来给大家测评一下这款茶 跟大家聊聊它的口味的独特 是属于很小众的 第二个呢 它不但小众 在制作它的工艺上来说呢 还是属于比较难的 也就是说 这个本身就很难做 再加上味道又小众 很难推销 所以白机关就成了这个 很多茶农不愿意去种的茶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白机关 非常少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初看白机关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茶呢 从样子上来看呢 很像是单从茶 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浅 实际上白机关这个茶 本身它为什么叫白机关呢 它也是因为整个茶树都是白化了 它是一种无性繁殖的 稳定的白化树种的茶树 那么这个里头 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它所以很白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本身树是白化的 另外一个呢 你会发现它的发酵工艺 应该是非常轻的 那么白机关实际上 它这个叶片啊 是比较偏脆的 但是呢 它同时呢 这个又在制作的时候啊 它又需要这个注意 这个做青的要求很高 因为你一旦这个摇青的时候太重啊 发酵就可能变重 那整个白机关 它主打的味道就是清爽 清甜啊 这两种口感就会消失了 所以做青的时候呢 对于这种茶呢 偏脆的这种叶子呢 就非常的要小心 而且在揉碾的时候 叶片的这个破裂啊 这个会出现很多伤口 这些都是会加重发酵的 但是发酵程度如果过高 叶片就油黄 转成黄褐色了 这个时候就会消耗掉的这个鲜爽度 所以也有人说白机关是呃 盐茶当中的绿茶啊 是因为它是有一种鲜爽的味道 其实呃 出场来看啊 这个你闻一下 你会发现白机关的这个味道啊 非常的清雅 特别像是呃 乌龙茶像铁关音类似那种味道啊 又有点点偏单从的那种小花香 完全没有这个盐茶的这个烘焙的味道 这是它很神奇的呃 一点 那么我们呃 来跟大家一块试喝一款 这个白机关 然后呢 也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茶 其实它味道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那一般做这个白机关有经验的师傅啊 一定是采取这种啊 青背火的工艺来做 所以呢 这个呃 一般来说肯定是这种所谓叫小火慢炖的这种模式 那么白机关因此呢 在这个外观上会跟这个呃 我们所说的呃 单从茶非常的接近啊 就像这个绿叶红香标的这种感觉哈 一般白机关的这个投茶嗯 不易太多啊 这我们投进去之后就能闻到一种啊 啊 花香 而且还有一种这个呃 玉米须的这种香味 这个实际上是白机关特别的呃 有辨识度的一款味道 有很多的这个喝盐茶的茶友啊 喝不惯白机关这款茶 因为它确实几乎喝不出任何的这个火味啊 而且呢呃 因为它带有一种鲜爽的味道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的茶 尤其是女生喜欢这个白机关的茶 就给它形容它是一种老母鸡汤的味道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泡开的夜里非常像单丛茶 像单丛茶 这种呃鲜爽的味道马上就打开了 呃 它的这个味道比较的轻柔 呃 但是呢 这个汤水的醇厚啊 又有点类似于水仙 但它没有水仙的那个火味之香 它拥有的是一种呃 绿茶的鲜爽 再加上有一点像这个呃 我们所说的玉米须的这种香味 那我自己其实觉得玉米须的这种香味 还换还算比较弱一些 主要的是一种鲜爽的味道 确实很像是鸡汤 那喝起来呢 比较清雅一些 感觉就是如果是你没有喝过 其他的盐茶的话 也许你喝这款茶你会觉得 呃 很神奇 它有点像绿茶加乌龙茶加单丛茶的这种结合 嗯 其实很多武夷山本地的人说这个白鸡汤喝起来一点都不像盐茶 那么它味道其实轻轻柔柔爽爽的 这个厚度也不是很厚 然后呢 盐骨也不明显 这个所以就让很多的这个盐茶老茶客呀感到很不习惯 但反而来说如果把它当成盐茶里的绿茶或者白茶呢 呃 这个时候它鲜的卖点就就很特别很突出了 所以这个做白机关做青要做的特别的透 而且这种轻火慢炖呃 保证它不反轻的工艺是非常的高 这种难度非常高 所以其实在真正能喝到好的白机关是呃 非常难得的 呃 老王今年也弄一点白机关 哈哈 这个让自己也感受一下 其实偶尔换换这个清爽的口感也是不错的 这种评似的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34年 1月www.com